我给每个人回信说的是 这个人 这个战主人是我的敌人 是我的敌人 哎呀 这么大钱了 要是不满意了 天天聚会 骂我 这都不说 关键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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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啊 我这个时候去你的时候 我做了当时去你 我说心里话 我说心里话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聊七个 在前几期节目里 我们重点聊了七个发家的 河北 山东 河南交界的 罗西北地区 在这里啊 孕育出了历史悠久 充满着泥土芬芳的黄土地文化 自然也培养出了像七哥这种千年一遇的伟人 那么在七哥成为新闻人物之后 我们看到国内各家媒体也是纷纷抢奔卢西北去看看是怎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培养出了七哥 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记载 比如说财经杂志就派人赶赴辽城赶赴神仙 竟然去了七哥的故居 据他们描述啊 那里啊 现在仍然是一所大院 大院门口摆着两只高大威猛的狮子 在后面 有两个高两米以上的盘龙花瓶 插座 两边耸立着单杠选择大的红色灯笼 当然 有点不协调的是 矮墙上写着三个非常粗糙的大字 郭大院 这里就是七哥的故居 那据现在西草营的春之书 说七哥这么多年啊 虽然没有回来 但是他仍然一直掏钱 顾保安 看着自己家这个院子 那跟周围的民居相比啊 七哥故居 郭大院看起来非常的气派 在诗诗的盘龙的花瓶背后 还有独立的车道 来提到这个盘龙花瓶 七哥 智怀远大 龙是在他心中永远的图腾 这也和后来他在北京搞盘古大关 一定要搞个龙头有关 这都是鲁西北人 山东人 北方人 心里永远难以忘怀的这么一个梦想 心里啊 总有这样一个念想 那么在山东很多院子里啊 还有一个叫隐蔽墙 什么叫隐蔽墙呢 就是大门进去以后 不会直接看到你的房子 你的正屋 一般要修一个隐蔽墙 是风水的考虑 就是要让一些不好的一些神灵啊 一些灵界的东西啊 要绕道啊 要挡过去啊 所以在这个隐蔽墙上面啊 有一幅对联 叫春风诗语一千只 子孝孙贤浮满腾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啊 山东农家的院落 那么在路径头的影子墙上啊 上面是毛主席面对着大海 开朗的笑着 旁边海鸥飞起来了 蓄日东升 画面中间贴着一个符子啊 在这里主席的形象又出现了啊 童丁的鸿门上刻着一幅字 叫出门喜迎八方才 入户纳金一家福 整个的讲究啊 据村民说 经过严密的风水方面的调研 做了很多的布置啊 这里面都非常的有文化含量 那这个故居呢 是齐哥啊 成了大富豪以后 06年在家乡修了这所大院 在那之前啊 郭家非常的贫穷 郭姓是深县 西朝银村的三大姓之一 齐哥的曾祖父 名字叫郭建明 祖父的名字叫郭廷选 廷选生了孩子 叫郭金梁和郭金福 长子郭金梁没有子女 次子弟弟郭金福 生了八个孩子 齐哥就是其中的第七个 那齐哥的父亲 郭金福先生 年轻的时候就去东北茅盛 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才带的妻子返回家乡 当时齐哥已经十几岁了啊 但是他很快就显示出来 和周围的同龄人的孩子 玩不到一块去啊 他 从小时候 从中学 甚至初中时代就显示出来了 不走寻常路 而且干啥都要领头 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气质 非常丰满的人物 那么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上 齐哥更不一般 在山东当然有早婚的习惯 但是齐哥也太早了 根据他自己的叙述 以及相关媒体去查实 查身份证等等吧 齐哥结婚啊 应该是在16岁左右 最关键的是啊 他16岁结婚啊 就有了儿子了啊 更关键的是 他的太太月庆之女士 当时啊 按照山东啊 男一定要大个两三岁这个习惯 他的太太月庆之女士 当时大概不是14 就是15岁 所以在当时这个年代啊 齐哥做出了这个非凡之举 追求月庆之啊 但是啊 遭到了他的准岳父 月庆之先生的 月庆之女士的先生 父亲 应该说父亲 月文海先生啊 他的强烈的反对 说出了啊 不是月文海 月文海是后来在河南 那个喜欢把人家祖坟 那个父母官 后来也出事了 齐哥 文贵先生的岳父啊 叫月洗房 欢喜的洗房子的房 那当年 齐哥要带着 自己心爱的姑娘 远奔他乡 坐着火车 吃着火锅 要逃跑的时候 月老爷子啊 被激动了 竟然宣布脱离妇女关系 啊 到后来 为什么 齐哥能够取成月庆之 啊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据齐哥自己在郭媒体上爆料 他当他实在是着急了的时候 为了爱情啊 冲昏了头脑 他扛着炸药包 就去了岳父家啊 此举啊 震动了当地所有人啊 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月静之啊 就跟着 齐哥啊 从此开始浪迹天涯 到外地啊 去敞当 发展啊 那么啊 当地的老百姓啊 都不知道啊 齐哥和月静之女士 两个人什么时候办理的结婚 登记手续啊 十有八九啊 都不用办手续 那个时候 还办什么手续啊 对不对 都是天涯儿女啊 各自去啊 和自己的过去 做个切割就得了 那后来 在月庆房先生去世的时候 那齐哥没有出现在 他老丈人去世的葬礼上 葬礼很盛大 只有他女儿月静之出席了 所以啊 就算 像齐哥这样的伟人 在面对儿女情长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生的时候 也有这么多的无奈 那提到他家乡的人 除了月静之 他的太太以外 还有一外 就是齐哥的哥哥 叫郭文艺 郭文艺 后来郭文艺啊 也跟齐哥啊 到处做生意 走南闯北 但是当时啊 他是在 深一县的这个古城中学啊 当老师 也正是因为 二哥是古城中学的老师 所以齐哥呀勉强初中毕业了 如果没有二哥 初中他都毕业不了啊 但是当时要搞考高中的时候啊 二哥实在也帮不上忙了 所以齐哥啊就没有考上高中啊 只能走上了去当亿万富豪的这条道路 所以齐哥啊 在对他起家的这个地方 说实话是充满了感情的 本来作为他这个层次啊 挣钱挣到的这个程度 完全可以啊 和过去一刀两断 彻底给他断绝关系 这样的话 也不会传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故事来 比如说他没考上高中啊 比如说啊 扛到炸小包去吓唬自己老张人家 然后把老婆私奔带跑啊 你看 齐哥其实啊他不在乎 即使在他发了大财以后 他仍然给家里盖了大房子 虽然父母啊都已经不在这里了啊 父母都跟他在东北嘛 但是父母每年都回山东申陷过新年啊 他的父亲郭敬福先生 甚至资助过乡下的啊 山东大谷 大谷剧组 当然这里面也有些矛盾啊 充满了山东人的这个乡情 也充满了山东人的这个啊 小九九 有一次啊 郭敬福先生啊 看这个剧团唱的不错 当场赏了剧团两千块钱 那这两千块钱啊 竟然让七哥的母亲给要回来了啊 当然村民啊也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穷惯了 就算现在再有钱 你说掏出两千块钱来 赏给这个戏班子 仍然超出了七哥他母亲的消费能力啊 所以你看在山东 这个老夫老妻的时候 通常是女生说了算啊 把账本把钱全 把在自己手里啊 那这时候 这个老太太不高兴了 就勒令老爷子把两千块钱 给我要回来啊 老爷子一看没面子了啊 送出去的钱哪有还能要回来的 但他太太坚持下 他愣是给要回来 从此以后老爷子就不再回家乡过年了 因为在家乡啊 跌了份 跌了面子 那七哥啊 没有考上高中 就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岳庆之岳小姐啊 去了省城郑州 河南省的省会郑州 因为对当时聊成一个初中毕业 高中都没考上的这么一个小孩子来说 去河南省城工作 去那里挣钱 是他们人生的顶峰 也是他们想象力的上限 在那里 他开始卖药了啊 你看七哥 成为了黑龙江零药联营公司 住郑州的业务员 整天跑着卖药啊 你看 所以啊 这个在美国也是一样 你要是只要是卖过车 卖过药啊 这一辈子你就啥都能卖 连人都能卖 在中国啊 更是如此啊 你只要是卖过药 从事过医药行业的啊 那每个人都是一个能人 在这里啊 我们不得不啊 在介入 那就是纽约克啊 这个著名的记者 所做的报道 那里面提到什么呢 说七哥对外讲的故事 是他开始倒腾摩托车 也开始倒腾电子用品 整天倒腾 倒腾来倒腾去 在这里面 就发生了很多的暴力事件 那到1989年 这个六四的时候 据七哥自己说 他十分同情 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十分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于是当时他一要也爱多角 甚至可能是在 自己的太太月庆之女士的反对下 他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 用3600元人民币 全部捐给了学生 支持民主 因此啊 他被捕入狱 当地官员局把他给抓进去了 折磨他 那这段历史 他是这么个讲述方式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那根据纽约克了解的相关情况 七哥被抓进去 是在1989年5月28号 离六四还差一个星期呢 而且抓进去 是他介入了一个当地一个油矿 一个OIL 是一个和石油相关的 一个奇查案 应该涉及不到油矿吧 因为当时还做不了这么大的生意 总而言之和倒卖 倒买倒卖这个油有关 因为这个事 七哥就进去了 被公安部门调查了 同年8月19号被拘捕 后来因病取保候审 这个案子 这次应该是他第一次进去 这个案子在1991年10月开审 他还被加控 妨碍执行公务罪 因此七哥被判刑三年 缓期四年 他在里面待了22个月就出来了 关于七哥第一次进去 他的判决书 描述的故事 和后来很多媒体 以及他自己的描述不太一样 关于那个油 后来我也查了很多资料 有人是这么说 当时七哥的父亲郭金福 有两个朋友 来自湖北武汉 一个姓刘一个姓王 他们知道 郭金福先生的儿子七哥 路子广 当地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所以他们就联系到七哥 去当地的中原油田买汽油 七哥收了7150块钱 人民币的活动经费 但是汽油没买到 然后刘先生和王毅先生就报警了 警察抓人 这也是出现了传奇的一幕 当刑警 小刑 刑警 姓宁 小宁 这个刑警 带人上门 拘传七哥的时候 七哥 英勇不屈 顽强搏斗 突然用手卡住了 宁某的脖子 并且让妻子 约请之出门喊人 这时候八地郭文斌 拿着一把菜刀 就闯进了门 在七哥具体指挥 具体部署下 砍伤了警察 警察被迫开枪自卫 击伤了二哥郭文斌 二哥经抢救 无效死亡 这是为什么七哥因此被判刑 三年 缓刑四年 判三缓四 实际上在看守所里待了 二十多个月 但是这段时间 实际上在监狱里的这段时间 是七哥最后真正成为 七哥的关键时期 任何一个伟人 他的发迹 他最后里面跳龙门的那一跳 都需要一个杠杆 都需要一个特别的机缘和精力 在监狱里面待了这段时间 就造就了七哥 因为在那里 他得到了人生中 最宝贵的一个福分 那就是难得的人脉 难得的人脉 这里面的故事 特别的传奇 我放到下一期里面 跟大家讲 七哥的狱中岁月 怎么成就了七哥 下一站 就是香港 请大家锁定频道 我们精彩的还在后面 欢迎你 点赞 打赏 留言 下期节目 再见 等我来 哈哈哈哈 这会没接入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于七哥的故事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七哥在他的家乡 在人生的最低谷 开出了最美丽的花朵 在那里 他完成了人生中一件大事 那就是按照传统中国人儒家所说的 一个人成为伟人必备的条件 叫修身起家 治国平天下 他不但修了身 还成了家 娶了月庆之女士 而且里面有惊人的细节 扛着炸药包 谁不同意他娶月女士 他就炸水 以此镇住了自己的岳父 全家人 不得不同意 他把月庆之女士给带走了 另外就是七哥是怎么入狱的 貌似是因为一次 因为买卖汽油产生的经济纠纷 他进去了 当然七哥自己的故事 是他支持民族运动等等 那么我们回到比较权威的说法 根据纽约克著名记者欧逸文 就是这位Evan Osnos的说法 进去以后 郭文贵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伯乐 也是第一个天使 第一个命中注定的贵人 是他的一个育友 这个育友非常的奇葩 关于这位育友 别人的消息 一个是非常少 再一个也不可信 我们看看七哥自己是怎么说的 首先这位育友人非常帅 一开始判了个死刑 后来改判私缓 再后来改判无期 再后来改判了15年 这小伙非常帅 跟其他的犯人也不一样 这里面每天自己锻炼身体 也练倒立 而且穿了个裤衩倒立 七哥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有钱人 见过世面 这孩子来自北京 后来移到了安阳 定的什么罪 就是反革命罪 你看在那个时代定反革命罪 一看就是革命斗士 一看就是正经人 据七哥说 他的这位育友身体皮肤 就算在看书所里都弄得红扑扑的 这位育友介绍七哥认识了他的一个好朋友 其中一个人是谁呢 其中一个人叫贺灵乐 贺龙的贺 年龄的灵 快乐的乐 这个贺灵乐 可不得了 贺灵乐是当时电子工业部的一个干部 当年跟着江主席一块干的 再到后来的什么广东省委书记黄丽满 等等这些人 都是跟这位贺先生是同事 那么这位育友介绍七哥认识了贺灵乐以后 贺先生就介绍他认识了他远在香港发展的岗商 他的表姐夏萍女士 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让这位生命中的贵人出场了 那就是夏萍 因为在七哥自己的记事里面 他自己特别有女人缘 我这里说女人缘不是指年轻女士 年轻女士将来我们要专门搞一集 就是七哥和他的那些女助理们 七哥说他生命中的贵人 有四位女大姐老大姐 夏萍就是其中一位 其余三位是谁还是个谜 我还在了解情况之中 但夏萍很显然是其中一位 那这位贺灵乐先生和夏萍女士 跟七哥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关系很快就铁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自己的儿子跟他吵架 他们最好都选择了七哥 而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 因为你看夏萍女士投资 投这么多钱给七哥 做这么大的生意 他儿子嫉妒 那夏萍说我必须选择七哥 必须选择关贵 那贺灵乐先生也是一样 给他提供了很多人 很多让人难以企及的资源 那有了贺先生的引荐 夏萍自然对七哥非常信任 七哥奔了香港 在香港 七哥给夏女士一开始就是开车 但是他的身份很快就超过了四季 开始进行投资 那夏女士当时也是在香港 从事很多行业 都是七哥想都不敢想 从来不敢梦想能从事这些行业的 一些挣钱机会 比如说房地产 那七哥就从那时候开始 跟夏萍学的如何搞房地产 另外一个就是世界各大奢侈品品牌的 这个代理 夏萍女士牛到什么程度呢 当年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亚洲奢侈品女王 比如说日本的很多品牌 到后来什么爱马仕 Barberry 凡可雅宝 香槟 全世界56个品牌的总代理在香港 就是他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才是真正的亚洲牛人 那通过夏萍 七哥又认识了另外一位牛人 也是在时尚界奢侈品界 想当当的人物叫潘迪生 潘迪生是香港的名门望族 日本 西五百货在香港及中国的业务 那就是通过他办理的 还有那个服装品牌Raf Lauren 香港代理权就是潘迪生的 潘迪生自己还玩赛马 那真的是香港的名门望族 通过他们 七哥不但学会了怎么做生意 更关键的是让他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巅峰 他这个发展是跨越式的发展 你看从鲁西北 从人贩子成堆的身线 穷的叮当响的身线 从监狱里出来直奔香港 见识了当时99.99%的中国人 都没见过的场面 都没见过的奢侈品 都没见过的品味 这是为什么 不管是喜欢七哥的 还是恨七哥的 他都不得不承认 七哥的衣着打扮 七哥的品味 在当今在油管上亮相的这些人里面 绝对算是顶尖的 因为啥 那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就算不相信七哥说的话 但是都非常喜欢看七哥 衣冠出处 在那里义正词严的 讲他自己的故事 就算把音频关掉 不听他说什么 看着七哥 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有品味 有讲究 见过世面 从这点上来讲 这个基础都是当年夏萍女士 在香港 在日本 帮七哥获得的这些资源 那提起七哥的品味 和他穿衣打扮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亚洲爱马仕 中国的第一家爱马仕的分店 是在北京的王府饭店开的 谁开的 七哥开的 七哥帮着夏萍女士 把爱马仕引进了中国 当时爱马仕只有香港有 而夏萍女士 就是爱马仕 亚洲的创始人 所以七哥你看 是在中国国内 玩爱马仕最早的一批人 后来他在自己的直播节目里面 也讲过 七哥神通广大 在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局 领导人身边这些很多人 都是七哥的小弟 那七哥到北京 见这些小弟 也得给人家带点礼物 顺手就拿了几条爱马仕的丝巾 送给老领导 身边这些保镖的妻子 或者女朋友 这些女朋友 这些保镖的妻子 看到这个丝巾 眼睛都绿了 两眼闪着泪光 说七哥 你怎么送我这个 我们首长家里面 首长的太太都用这个 而且他们告诉我 这叫爱马仕 一般的领导家里还没有 只有最高级的领导家里 才有这东西 你看七哥当时的手笔 当时的消费的品位 已经达到了国内最顶最顶最顶级 另外夏萍女士 还有何林乐先生 还有后来的香港 替他的迷门望族 帮七哥开了眼界 甚至把他的生意和伙伴关系 拓展到了日本 这日本人 七哥玩的更高 日本的著名的那些帮派主子 或者说那些名门望族 也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将来有机会 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那么夏萍董事长 家对门邻居是谁 是成龙 楼上是谁 楼上是何善恒 何冠昌 何冠昌就是家和的创始人 何善恒是恒生的创始人 全家都住那 当时附近还有梅艳芳 那这都是夏萍的邻居 在这 在节目一开头 我给大家说了 在七个自己山东老家的那个墙上 写的对联 充满着 山东的泥土芬芳 那里面 有福字 有这那的 都是这个 那片土地 儒家文化 特有的这个色彩 但是他在夏萍女士家看到的一副对脸 给他很大的震撼 上面写了什么呢 叫强者强己不强人 竖者竖人不竖己 那就啥意思 真正的强人 对自己要求高 对别人要求低 竖者 就是容易宽恕别人的人 都是容易宽恕别人 而不宽恕自己 对自己要求高 你看夏萍女士家里 这个队人 就像当头一棒 清空霹雳 打得七个 是 一阵晕悬 没想到 做人还有这样的层次 这样的层次 所以关于夏萍女士 这就是 这个 七哥生命中 四位 了不起的老大姐 其中的一位 所以坊间有些人讽刺挖苦 说 这个甚至 七哥 身边那些工作人员 后来 闹崩了以后 出来就说 哎呀 七哥就是吃女人饭的 和夏萍怎么怎么着 这么说就过分了 夏萍女士 比 七哥的母亲 还要大三岁 95岁高龄的时候 去世的 人家到后来 基本上不问公司的业务了 跟七哥 那就是个忘年交 在这种情况下 七哥对夏萍女士 充满了崇敬之情 那也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 夏萍是七哥第一个贵人 1993年的时候 夏萍以香港 爱联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的名义 和七哥 合资成立了 郑州郁达之业有限公司 简称郁达之业 当时夏萍是董事长 七哥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当然 后面经过一系列的运作安排 整个公司都是七哥的了 由七哥来掌控 在那里 七哥在郑州 开始了自己 一飞冲天的商业历程 而且用今天的荧光看来 当时夏萍投资七哥的股权结构 都非常有意思 因为很少有50%对50%的股权 因为一旦出现了大的问题 出现了经营的纠纷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也好 总要有个大股东 有个大股东 那说话算 那企业好做决策 但是夏萍跟七哥股权是对分的 都是50% 另外夏萍当时跟七哥说 小郭儿 你看几个问题 我要提个想法 你看你同不同意 第一我要50%股权 你当副董事长 我当董事长 但是我要分红 如果第一个项目赚了钱 我要先把我的钱拿走 但是我的股权还要保持 就是说钱我撤走 但股权我还要 七哥怎么着 答应了 答应了 另外夏萍还提了个要求 董事会里边的人员 我派来的人 要比你派来的多 那就是董事会里边 我要说了算 你看 七哥又答应了 他为什么答应 就是七哥 他的战略眼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跟夏萍一块 成立这个合资公司 不是用来赚钱的 是用来学本事 是用来 为鲤鱼跳龙门 搭建自己的队伍的 事实证明 和夏萍后来成立的这个合资公司 成了七哥的黄埔军校 他的主要的业务人员 尤其是业务骨干 高管都是从玉达 从郑州跟着七哥 莫怕滚打 一直到北京 一直到伦敦 到俄联酋 到纽约 核心班子 就是这几个人 那再到后来 在河南啊 他们又修建了 这个河南 玉达国贸 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这的当时真的是大手笔 别说河南了 北京真正见过国际一流的 真正的五星级大酒店的人 也不是很多 一开始解放以后 国家领导人也都很土 他们觉得出门出餐 做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也就是有沙发 西梦斯睡着很舒服 出门想吐痰 随时有个痰语给他们用 能吐痰 这就是他们心目中 最高级别酒店的标准 一开始这个北京饭店 这么高级的宾馆 走廊里摆的都是谭云 所以外宾到了中国以后 发现很奇葩 你们中国最好的酒店 怎么还买摆这东西 是郭先生 七哥 把五星级酒店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带进了中国 而且第一次带进了河南 那据他自己说 这个玉达国贸 到现在也没挣钱 因为什么五星级酒店 很难挣钱 大家开酒店是干啥的 开酒店都是用作一个资源 用作一个场合 用来做别的生意的 搞接待 对吧 再说手底下有五星级酒店 那多有面子 有份 是不是 那给人感觉 这人有资源 所以开酒店 七哥就是个手段 绝对不是目的 所以有这么个酒店 七哥在郑州的事业 开始兼入家境 也给他去北京的道路 铺平了这么一个挑板 而且就算在郑州 七哥也表现出来 惊人的资本运作的天赋 比如说他建成了这个郑州第一高楼 玉大国贸 长达15年 是河南的第一高楼 当时七哥年仅31岁 但是 他原来搞什么大老板家具厂 家具业务 无法支撑 这么巨大的项目 所以他必须融资 谁给了钱呢 工行 工行给了他巨额的开发贷款 但是因为郁达国贸不挣钱 种种原因 这个贷款就始终还不上 一直等到这笔贷款被调整为不良贷款 在公开市场挂牌 两次都没人买得下来这栋楼 因为别人吃不下 吃不下的情况下 七哥出手了 他低价回购 低价回购以后 用极低价格把国贸自己买下来了 省下贷款本息超过6亿元 你看 挣钱 你什么时候能挣到6个亿 人家自己低价回购 就省了6个亿 这套手法 你在什么北大清华MBA班上根本学不到 你在哈佛MBA班上更学不到 所以这些地方 什么哈佛 什么耶鲁 什么北大 什么清华 那都是培养打工的 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人 都是要跟着七哥混的 七哥是当之无愧的 这帮人的导师 而且人家这么做不违法 不违法 顺顺利利的 把一栋又一栋的 这个巨额资产 划到自己名下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人的手笔 所以河南的故事开始了 我们先恭请大家 给节目点赞 打赏留言 谈谈您对七哥 这种惊人手笔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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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